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带来了日本警察的内部刊物 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咱可以了解一下 这意思是山口组占了45% 占了什么的45% 全日本的暴力团的总数的45% 36400人 这是警察摸底的情况 驻集会占了16% 盗川会占了12% 其他的就是各个各样的小组 小会 你看他就叫暴力团 这在日本是合法的名称 你不能讲他是黑社会 如果你讲的黑社会 那是对于他的人权不尊重 因为日本他是结社自由的一个国家 他是民间团体 也算是政治团体都可以 他结社他是自由的 只要他你不管是 但他也可以出个大牢选议员选首相吗 那不行 那不行 因为他你这些为什么叫暴力团 因为被警察听已经指定的暴力团 指定的就是你们专门负责暴力 不是 就指定你为暴力团 就改了名字 就不是山口组 你变成了暴力团 那你就很不适合活动 你是不能参加的 但你要去原灾 就灾可以 上了黑名单的 对上了黑名单 就监视你监控你的 那有一个说法 说新苏那边什么福建帮啊 跟什么帮啊 在那里冲突 华人在那里边构成了这个主要的 福建帮 福建帮 上海帮 北京帮 放海帮 是不是这样 还有东北帮 那只是大家的俗冲 没有一个正规的组织 中国人在那里就是打一枪放一炮就跑掉了 但是也算是暴力团吗 不算 那不算 那是有主持犯罪 那叫有组织犯罪 有组织犯罪 那他跟暴力团之间会冲突吗 所以有组织犯罪的警察是既管暴力团 也管中国的这些灵散的这些不良分子 游击队 游击队 你刚才讲到啊 他们还这个救灾 对 而且有些时候呢 你比如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 他们上中国领事馆是威胁 对 都有 所以我我对这个日本的这个这个什么兄弟会 这不叫兄弟会 暴力团呢 我有一个幻觉 但可能你可以纠正一下啊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类似于我们早年的那种像什么青帮 红帮 就那那种呢 他并不是说是个犯罪组织 对吧 而是呢 他是另一种势力 跟你政府啊 不是井水不犯 河水事 也可能犯啊 但是另一种势力 而且这种势力呢 也有他的道德 甚至有他的信念 没错 对于国家 乃至于对于民族 你像就像日本这个是有鼓风啊 哪救火了 你知道吗 等于暴力团去救火啊 第一个去的 第一个去救火 你说他们是这是一种什么 对 他是在应该说是在战前 就是六十多年前 他们就已经形成了各个这些组织 而且他有他的历史渊源就是 他不是来对付政府 他是为了他自己那个村庄和那个地狱 来保护 因为当时没有警察 为了自保 对 为了自保 自发的保安 而且呢 他驻集会里面有很多在日朝鲜人和在日韩国人 找您去的 然后呢 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理念 你像我们的孙春山辛亥革命 对对对 就是日本的暴力团给支持的 黑龙会啊 公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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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赏 投赏 这都是保护 给他给他给他钱 帮他结婚 帮他找女人 对吧 当年辛亥革命就是就是他们来做的 所以在历史上来讲 一直到现在 只有世界上唯一的 能够让这些暴力团 我们叫中国叫黑社会 他们叫反社会势力 政治家只能讲是反社会势力 不能讲他是黑社会 所以对这样的团体的话 他也历史渊源 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这个 他合法的 他们跟武士道有什么关系 那武士道那是更更远的 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东西 一种文化 他不是一个团体里面的东西 整个的一个文化 对 所以我就刚才讲到啊 这个他们还有政治态度 对 而且呢 就是咱就说革命啊 你不能不看到这种势力 我后来发现呢 这个江湖兄弟啊 这是有时候有点悲壮 还有点什么 你看历朝历代闹革命的时候 你没有军队啊 你没有国家军队 你上哪找力量 没错 你看孙中山 上哪就混兄弟嘛 到处叫江湖朋友 就找这种势力 侠客嘛 在中国文化里边 就一直是存在这个力量 你像在日本 他战败以后 没有自己的军队 也没有自己的宪兵 宪兵是美国宪兵 包括我们国民党的 也有宪兵在里面 我们是战胜国嘛 那输了 那就靠什么 就靠他们这些暴力团的维护秩序 正在就在建国 那他们的犯罪行为 和他们的涉嫌犯罪行为 和他们的道德观之间 是什么关系 所以说参考组 他在他的文革也贴了 不能随便乱人烟头 不能犯毒 不犯毒 不能犯毒 也有几大纪律 几大作用 所以谁犯了错 就要割那手指头 所以他们还是非常严密的 但他能干什么呢 所以他现在参与的不动产 日本几乎所有拆房子的 这个行业 都是他们在管 拆签 拆签 我们拆签就有困难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这里就缺乏暴力团 我们有暴力团 我们有暴力团 我们的很多拆签的事情 也是这样的 对 我们有暴力团 全部是他们在做这个工作 包括建筑业 大型的建筑业 很大的公司 包括金融 股票 他们全餐 他能开赌场吗 赌场不行 不行 那个单子计房 单子计房也算是 他们国民性的赌场 他挺可 他可以换钱了 那都是在日韩国人做的 所以在日韩国人里面的 在住集会里面有很多在日韩国人 这些是有联系 色情业呢 他们搞吗 色情业也做 但是色情业对他们来讲 不是一个很大的收入 因为色情业毕竟在一个城市 只是规定了地方 不是他这几规定 有学校 离开的很远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产业 他主要是不动产 包括拆迁 包括金融 各个行业都有 主要盈利还是在拆迁 这个跟在哪都一样 墙墙三年人行广告之后见 银行广告之后 这个暴力团搞拆迁 暂停着很合理 但是小默又说其实没暴力 没有没有 你想想我在歌舞企业 有个很大的剧场 叫扩马剧场 是日本最早的 最现代化的 它可以旋转的舞台 在56年前就有这个 很大一个剧场 因为要把它拆了以后 再盖那个大楼 拖了整整四年 因为什么呢 在它那个一楼里面的 那个时间里面 有一家受死店的老板 他不愿意搬 就整整等了他两年以后 最后就裁判 一直裁判到最高裁判所 然后正要下结论的时候 就和解 拿了八千万日币 他就退出来 然后退出来以后 还收拾 所以整整耽误了四年 今年终于这个控马剧场 在拆了 但拆是那个暴力团的公司在拆 但不能说用暴力团去威胁它 那是违法的 那他就更可以不走 更可以收更多的钱 那这暴力团 有什么用吗 所以说 你不能说他是黑社会 但是他有干坏事的时候 他在里面 他是分支机构 他里面有人在参与这些 所有的各个建筑行业 包括这些公司里面 但不是他直接的公司 他是听警察指挥呢 还是警察要对付他 不应该说不是说听警察 应该听根据法律来做任何事情 虽然他有人员在参入 他有资金也可以拿回来可以赚钱 但是他不是说 我们要去跟警察去导致的警匪一家 实际上我们讲中国的警匪一家是应该是干坏税 对不对 日本的警匪一家是干好事 我怎么看呢 因为警察需要更多 比方说管了购物基丁 购物基丁是这个住击组 不是三个组 是住击组在管 那如果那边发生了一个杀人事件 那要找这个犯人 警察先不动 先把他老大叫过来 在你那个犯人出了这么一件事 你把他们去查 所有的暴力团成员全是他的县人 全帮他们去找 那他有条件的呀 那我那个小弟 那这么一把刀子放在车里面了 结果你要关他二十天 没问题 因为有这个功劳 我可以写个证明 让他少关几天 关十天或者五天就出 等下交换 这样他少了国家的很多税金 警察你说要用多少人 跑到购物基丁的这里去挨家挨户 去问去查 听上去黑手党就变成血管 对对对 血警 血警 他的暴力团是地狱性的 所以他也不能 警察亲口跟我讲 这暴力团 你真让他走的话 全没有取地的话 国家会乱 他找不到人 是基层保安 对 都乱来的 因为很多警察 不能说二十四岁 马上就来 反正他们在管你 网单那个名声 暴力团 但日本那些 在街上老是喊口号的 那些右派团体 对 那些街上永远不疲倦的 那些人是跟暴力团有关系吗 绝对有关系 他们直接有联系的 所以他们 老师 有些是保卫天皇的 反华反共的 对 保教他们 对对对对对 就整天在那里吵吵吵吵 吵得要命的那些右派 他们这些右翼 我们分极右翼 新右翼 对吧 更多的右翼 真正的在那喊口号的 拿了个宣传车 那都是跟暴力团 有直接关系的 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原因就是通过暴力团 去收的 当然也有收税金的 暴力团为什么要在政治上 有这么强烈的倾向 因为他 他的政治理念呀 要不他怎么 怎么结这个事呢 我的事是 我是保北方四岛的 他也保